这里面出现了好几声很不错的 没有那么紧了现在 这有什么感觉 我也觉得是自己精神上也能放开 放松放松 一定要养成这是完全的放松 还是老师有方法 没有 这必须要这样要求 你知道吧 我今天还想这个事 我说我自从当教学生 我都快成了婆婆嘴了 很好很好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同样一句话 我会反复讲 因为就这样反复讲 学生都不见得能记得住 有时候精神上文字上记住了 身体还是没有记住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你身体记住 你的器官记住了 是不是 因为配合的太多了 对对对对 一个好的声音需要太多的状态 同时配合 对对对 是不是 缺一不可 哪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会有坏的习惯 想了这都顾不上那就配合 对 因为这个歌唱的状态 它不是就生活状态没有 这最困难就在这儿 就生活中没有这个状态 它生活中的状态都是局部 比如说我们上面 我们要兴奋 这是局部啊 广兴奋哪够啊 是不是 七夕要叹下来 谁不会叹气啊 咱们都会叹气 但是你叹的时候是不是挂着哼了 是不是 就它要同时做 然后这些都有了 要要松 是不是 还要开 还有情绪啊 哎呀 这情绪都是后来的了 咱先把这个 是不是 先要这些都做到了 还 这些全做到了 还不见得能把这个歌曲唱好 因为歌曲里是就你说的 歌曲里有情绪啊 为什么好多 其实好多有的专业的 专业歌手 那都唱了很多很多年了 是不是 我原来在这个之前 我说过 一个歌手能 一个独唱演员 职业的哦 能够站在台上 能很像样 至少15年以上 我就说嘛 他大学4到5年 本科出来 那他在上大学之前 也学了好多年啊 现在白嗓子哪考得上音乐学院呢 是不是 那不都学好多年了 学好多年 然后再加上 这个大学的这几年 大学一毕业出来 就能站在台上吗 分到一个文艺团体 他就能 像个像个样的 站在那吗 不会的 他又要到团里 又要摔打几年 这前天后加起来 十几年呢 还不见得能够 有部歌剧 就让他唱了吗 那不会的 是不是 咱们这样一想 就知道了 为什么 就是说 当我们身体 都状态都好的时候 我们不见得 能把我们理解的 这个歌曲里的人物 体现出来 就有时候 我们是分离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状态 不能服务于作品 是不是这意思 是吧 好 这好几个阶段 就是我们练声练好了 我们唱歌 用不上 有这个阶段啊 练声很好 哎呀 可棒了 但一唱歌 又回去了 只做到百分之 五六十就不错了 对对 所以怎么把练声的 好的声音 运用到歌曲里 这又是一步 好 运用到歌曲里以后 你能自如的运用声音以后 这个时候就是你 文学上的东西要垫底了 就是 就是硬的技术已经有了 就要看你软的实力了 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 一明白就有了 唱一首歌太难 所以你看啊 你像出来几句好的声音 我都知道 那都是多少年的功夫 是不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都是一点一点的 我那天给一个学生说 我说刚开始 谁来学上学生乐 一开始都是没有对的时候 咋能有对的时候啊 是不是 都是一点一点加进去 慢慢慢慢慢慢 这过程 就这个过程 所以刚刚这一段 你很棒的啊 你很棒的 也没有那么紧了 这一段很重要 没那么紧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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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